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下 那个金管会的陈主委 还有这个 安定基金的 主董事长 还有一位是 这个 保险局的 曾局长 好我们请陈主委安定基金的 朱董事长还有保险局的 曾局长 欢迎您好 早 已经下午了 不好意思 你们大家也辛苦了一整天 但是呢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因为 这个部分呢 有关于这个金管会是在民国98年的8月 来接管这个国华人寿 没有错吧 没有错嘛 对不对 那接管之后 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接管到目前为止 就是到这个标售之前的经营绩效到底怎么样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是不是请安定基金的 对 请苏董事长 这个报告委员 这个在接管期间啊 因为原来接管的时候 净值就已经是负 658亿 加上该公司有很多高利率的保单 所以没有办法不产生亏损 但是在我们的经营之下 亏损已经逐年减少 不是你不要照顾我看过了 你要告诉我说你譬如说你98年接管之后你98年的绩效 99年的绩效 是是是是 100年的绩效是怎么样 我先给您报告 99年亏损57.7亿 但是到了100年减少到55.6亿 今年因为有收回呆账 今年亏损到9月底只只有负20亿 另外呢 公司的营运状况都相当的正常 13个月保单的继续率在90%以上 新业务有成长 去年全公司的投资绩效 是1000以上保险公司的第三名 以上报告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经管会针对于就是说 之前国华人寿经营不散的这些 这个经营团队的部分 有没有提出任何的法律求偿的部分 有 这个都在进行 民事形势都在进行 那目前进行的状况到底 进行的话 是不是也请 因为安定基金在执行 是请安定基金来说明一下 那里面 OK 那请说 对 就是我们都有把相关的资料 这个移送给这个会里 那会里有这个助会的检察官 相关的资料都有移送给他 所以事实上你们在这个 就是在经管会接管之前 事实上这个部分确实有涉及到 有刑事的违法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我们只是事业机构 我们只能把市政 对 所以你们又把市政送给 已经移送了 对 移送到那个法务部检察署 那里面吗 对 就是经管会的助会检察官 我们有移送 你们有移送到那个法务部 那请问一下 那个主席是不是可以请一下部长 那个法务部 那个陈次长 好 请法务部的陈次长 皇位委员你好 市长 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说这个经管会说 有把那个经营团队 就是国华人寿 这个接管 经管会接管前资经营不散的 相关的违法试证 有送到这个法务部 这边来做调查 那请问你们法务部 目前的进行状况是如何 报言那个应该是个案 所以我们法务部是不清楚 因为个案我们不能介入 不是个案的问题吗 我意思是说 你们目前进行到什么状态 你总是要跟人家讲一下吧 那我们要回去再查 还是说这个部分你们当时都 就这个部分你们根本就 还没有开始动作 报言我们法务部是管法务的行政 刚刚他说就是有那个 可能有涉嫌违法的一个部分 有经管会说有移送到你们 法务部那边去嘛 所以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就对了 那我们会跟经管会再联系 就是说他们移送的 那这个部分 那个市长这样好了 就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在一个礼拜之内要提出说明 好不好 是是是 好 那是不是我们请一下 今天听说那个全球人寿的 那个刘董事长有来吗 对不对 那那个主席是不是可以请 那个全球人寿的 已经请回了 回去了 是 哇 所以就没有人了 是不是 是 好吧 那因为我本来想问一下 好吧 那这样子如果这样就还是一样 问一下我们经管会的主委 跟朱董事长 那 呃 因为这个全球人寿的经营团队 从98年4月成立之后 成立的这个中委公司 资本额只有5.5亿嘛 对不对 那呃 由核商接手的时候 他是以30亿买下这个全球人寿 从核商那边买下全球人寿 那也公开说他们会增值到30亿嘛 对不对 没错吧 那个保隐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从98年到99年总共增值到多少呢 目前资本额多少 就是当时 是不是到99年的时候才增加25亿而已 也就是说也没有达到他当时说要增值30亿的一个情况 根据他经营的状况 他如果是RBC不够的时候 他会增值 所以他经过两次的增值 一次是10亿 一次是15亿 那增值完 其实他的RBC已经都在200以上了 所以是不用增值的 好啦 那那我问一下 你那个全球 就是那个中委公司接手 这全球人寿之后 99年亏损28亿 100年亏损16亿 这个是事实嘛 对不对 对啊 没错吧 那刚刚已经讲了 安定基金他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如果照这个国华人寿他们接管之后的这个从99年都是都是亏损5755亿这么多的金额 那我想请问他本身全球人寿在接管前就是在飙售这个国华人寿之前他们都已经亏损的状态那如何把它变成是正的 全球人寿他在去年已经是赚了14亿 封委报告 没有啊之前都亏损了哪里14亿你现在赔付你刚刚刚朱总市长讲啊 所以他有增值进来哦那这个之前也是因为以前经营团队他们交给他所以他改善他的财务他增值进来那以去年的话他已经是有 赚14亿这个883亿是这个非常大的金额哎那这个部分赔付给全球人寿好这样子一个你们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标售案这样子是不是合理啊 封委报告这个安定基金的亏损是我们在接手以后只有增值过60亿所以资金缺口不禁止付这个600到700亿但是现在全球人寿接手所有的保单他同时也得到政府的赔付情况是这样子 所以他正就是得到政府的赔付嘛八百八十几亿嘛对不对他们标标的部分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当时财政部可不可以请主席可不可以请下部长 好请那个张部长 部长我记得你当时财政部因为你那时候还没还不是部长就是一百年三月的时候有宣布就是由台湾金口 空来并购国华人寿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后来没有那你们有收到实际的讯息吗 不是宣布啦而是研究说看看台影人寿能不能撕下来并购 对嘛那他们有没有研究 有有有 有嘛那有没有报你们部里面 有有有 后来后来发现可行性不高 好啦那我问你一下 那所以事实的内容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台影人寿的相关的这个并购 就是就是这个在研究这个案子并购是不是可行性的部分有 那个不可行是因为一个公家机关一个民间的不管是用人 没有啦我想问一下他们到底评估多少啦 刚刚因为我刚好听到说那个什么 金管会主委说他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收到这个讯息吗 财政部总有吧 就是台影人寿评啊后来觉得 评估他资料有没有给你们啦 有没有给财政部 呃 还是说这个又以说这个 呃叫做有签订保密协定所以就没有给你们财政部 呃 报告我是没看到啦 但是那个 报告没有看到 对讯息我是知道 那想请教一下部长 那总共台影人寿评估出来的这个赔付的金额大概要多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们财政部在干嘛 台影人寿不是你们主管的 不是那个时候是台影台台湾自己在评估了 评估以后他说 他说不太可行啦 他说不太可行啦 他不让你们知道 还是说这个部分因为饮业并不为由 因为那个时候关键 关键不在 所以不让你们知道 不是关键不在赔付的金额 而在公家机关的用人 不是啦这个部分最主要是 如果能够给台影人寿来接手的话 那总是比这个全球人寿还好吧 大概也不容易啦 什么叫做不容易 那你们也评估的内容都不知道 私人公司要拼到公家机关不容易 那到底是不是两千亿 他们评估是两千亿 你们都不清楚 请问金管会主委您知道吗 我刚刚已经报告过了 因为没有进入正式的这种家我不知道 所以他们都没有 没有把案子都给你们就对了 因为是我们这边在跟他谈嘛 那最后就谈谈其实很多条件的 不是只有这个单一的财务 如果这个案子如果能够交给台影人寿的话 那可能 这个部分包括就是所有的赔付的金额 至少还是都是在 左手放到右手里面去 至少都还是在国库里面 但是呢 你们现在把他给了这个全球人寿 也不得不让大家怀疑说 这个中间你们是不是有所谓的 利益输送的一个问题啊 这一切都是这个 那为什么就台影人寿 他们的部分 他们评估说 不可行的部分 你们没有办法公开咧 有没有办法公开 部长 这是你监管 台影人寿是你们管理的部分 你们应该可以知道吧 他可不可以公开 在一个礼拜之内 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公开 这个当初讨论的面向 他们考虑的面向其实很多啦 员工 我刚才已经报告过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连内容都没有看过 问你们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 那这个真的是太奇怪了 一个金管会 一个财政部 对于整个这个台影人寿如何评估 要不要接手这个全球 接手这个国华人寿的案子 都没有具体掌握他的内容 然后你们只是说我可行性的了解 从侧面了解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在干嘛 我们主管机关在干嘛 一个礼拜内可以提出来 一个礼拜之内 部长可不可以提出来啦 我了解看看他们有没有报告 好不好 当然是有啊 这么大的金额会没有报告 我请他们顺便答复 连所有的金额到底多少钱 外面都废废养 传的都是两千亿 就只有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情 那我们不知道主管机关在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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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